大家好,我是Dane 在去年,妖怪艾德索金宣布退团后 队长索元首次在节目中间接提到了索金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5月30号,索元出演了KTBC的综艺节目 与男团瑜伽成员们见面了 康斯远见到索元后就说 自己是索元的真粉,是非常尊敬的艺人 之后两个人在车上开始了对话 可能我觉得我们的情况差不多吧 啊... 所以就会更加关注 康斯远在这里提到的差不多的情况就是 云娜与尤嘉艾德两团都遭遇过人气成员的退团 以及半强制性的空白期 甚至当所有人都担心团体未来的时候 两团的队长康斯远程索元 为了克服当前的困境全新投入的制作歌曲 结果云娜在改编为四人体制后发表的第一首歌 Really Really 横扫了当时的榜单,创下出道后最好的成绩 而尤嘉艾德在五人体制后发表的第一首歌 Tumboy 也横扫了国内外的榜单 拿下出道后最好的成绩 将危机转为机会了 其实我们去年也发生了很大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是有偏见 有一个成员退团的话 那个组合就完蛋了 但是云娜是我唯一的信任 这次活动不是非常成功吗 所以会有那种同病相连的感觉 想要真心的祝福 我是云娜粉丝 真的能理解是什么样的心情 所有尤嘉艾德云娜都加油 两个人都是竞选节目出身 队长作曲成员 队内有退团成员 相似的地方非常多 两个人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人气成员退团后发表了超红歌曲 这种组合的故事会给大众们希望 遇到困境后冬产在一起 真的很高兴两组都这么成功 会继续姻缘你们的 我们更幸福吧 孩子们 对于康仙与传作员的对话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希望两组都能更走花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太帅气的女爱豆 喜欢看爱豆们直播的人 应该就有看过 粉丝们为了逗爱豆们故意留言 后面好像有人 目的就是为了看到 爱豆们紧张慌张的样子 但是今天 Trin Ketcher成员希 却展现了非常另类的反应 ach这些按照会 ach now 好笑 chchãy 可天敌 可奇 可奇 快看了三遍 真的是这猫女 突然要嗥 Exper对面 声音太好 所以更好笑 怎么能这么帅气呢 其实 лю 炫的帅饱 已经不是一两次 阿acja Yani 我真的不想吃 我真的不想吃 我都不想吃了 我好想吃 我穿了一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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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了一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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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的眼睛 蜜蜜 正 蜜蜜 她是DreamCatcher的主唱 E'SYUN DreamCatcher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